这个女人竟然在卫生纸上做记号 因为她怀疑黑人保姆小米偷偷用家里的厕所 这天外面下着暴雨 小米来不及去两公里外的黑人专用厕所 借口去端茶 悄悄来到二楼厕所 像做贼一样捏手捏脚打开马桶盖 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不料啊还是被雇主发现 门外的雇主气得要把门敲烂 当场解雇了她 小米在这个家工作这么多年 还是冒着大雨被无情地赶出家门 撕退小米的第二天 雇主就到处散布谣言 说大树脚不干净 偷了自己的东西 导致没有一个人敢过游小米 小米呢隐私遭到丈夫家暴 走投无路的小米 只能端着做好的蛋糕 再次找到雇主 雇主看着最喜欢的蛋糕 让小米进门 她享受着蛋糕 嘴里还是敬对小米侮辱 并且表示 让你回来可以 但每天的工资呢 减少十美元 每天还得多工作两个小时 这也是把压榨做到极致啊 盼着这么美味的蛋糕 雇主的妈妈想尝一尝 却被小米拦下 声称 这是为雇主做的特制蛋糕 雇主没好气的 让小米再去拿个盘子 加在心里的怒火 终于忍不了了 顾主以为 小米疯了 竟然敢这么对自己说话 没想到 小米表示 这么美味的蛋糕 是因为加了自己的便便 所以才这么好吃 什么 里面有屎 雇主当场反胃 跑去厕所呕吐 小米开心地离开 雇主呢 很快找来新佣人 对这个佣人 同样没有好气 还拖欠对方的工资 最近佣人的两个儿子 考上了大学 夫妻俩东兵气凑 学费还差75美元 想让雇主支付一下薪水 佣人刚开口 就被雇主打断 不仅不付钱 还挖苦对方 我让你在这儿工作 只看得及你 你怎么能厚着脸皮 和我提钱的事 佣人只好按下不提 这天他收拾家的时候 在沙发后面 发现一枚戒指 尽管知道这样不对 但为了儿子的学费 他悄悄把戒指取为己有 不料刚下车 就被警察抓住 对方不允许他身变 也不让旁人 联系佣人的家人 佣人反抗 我要拿回我的钱包 警察呢 没给他逃脱的机会 直接暴力制活 后面的黑人 劝告他千万别反抗 佣人就这么 被警察按在车上暴打 远处的雇主看见 眼神里全身冷漠 旁边的白人们 更是无动于衷 这两个人 之所以受到不公平对待 是因为他们生活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 当时的美国 有着严重的种族歧视 绝对不允许 黑人和白人共用厕所 白人觉得 黑人自带病毒 如果遇到下雨天 他们只能憋着 更有白人起早了 家庭卫生厂一出 要求所有的白人家庭 都得给黑人保姆 提供单独的卫生间 看起来是尊重 实际上呢 是嫌他们身上游戏军 保姆上个厕所 会被热得满头是汗 黑人的地位低下 一周工作六天 所有的家务都是他们做 也只有182美元的薪水 小米的好友阿玲 也是保姆 她祖上三代 都被白人打工 阿玲最上常照顾小孩 可以把孩子哄得不哭不闹 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比孩子的亲生父母 时间都长 就连孩子都说 阿玲一个人 就带大十几个白人孩子 但自己的孩子 却被留在家里 有别人照看 尽管如此 女主人还是不满意 一找机会就训斥她 更惨的是 阿玲的儿子工作时 出了车祸 从前的雇主不管不问 把他丢下就走了 儿子错过最佳抢救时间 阿玲眼睁睁看着儿子 在怀里去世 自此他恨透了白人 但黑人呢地位低下 他也只好忍气吞声 受过高同教育的小兰 也是被黑人保姆带大的 保姆比妈妈更关心自己 伤心难过的时候 总是保姆安慰她 就连身高也被保姆悉心记录 在她的眼里 保姆竟成为家人 可母亲呢 当上议员后 开始掀起家里的保姆 笨手笨脚 保姆的女儿 好心前来祝贺 妈妈直接把对方拒至门外 连带保姆也扫地出门 事后妈妈想重新把保姆接回来 已经来不及了 保姆在家中自尽 小兰听到这个消息 犹如晴天霹裂 她不想再看到 这样的悲剧发生 于是决定 写一本倡导社会公平的书 为黑人伸张正义 她找到阿玲 希望阿玲能接受自己的采访 犹豫过后 阿玲叫上小米 三人彻夜长谈 讲述了这么多年 他们的悲惨经历 小兰的出稿交给主编后 对方很满意 把不允许黑人用马桶的消息 登上了报纸 第二天一大早 雇主的门前 就摆满了破烂的马桶 这是黑人们的无声反抗 可就在这晚 发生了枪击黑人的事件 白人们似乎在宣告 自己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黑人们被吓得四散逃离 阿玲害怕地摔倒在地 只能跑到小米家暂避 小米听到消息 整个人都呆住了 万一下一个 轮到自己怎么办 要是他们知道 自己和阿玲 偷偷向小兰公告白人 一定死得很惨 两个可怜的人 只能仅仅抱住彼此 但这也让他们明白 不管他们怎么做 在这些白人眼里 自己始终都是敌人一等的 如果不团结在一起 下一个受害者就是自己 于是决定破釜沉舟 小兰一进门 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客厅里占满好多的黑人 都愿意讲出自己的故事 这个女人本想换个工作 可在外人眼里 自己已经是雇主家的奴隶 听着这些经历 小兰心里无谓杂陈 经过整理 这些人的故事 被写成一本书 书叫帮助 整整266页 在最后一张 小兰加上自己的故事 这本书太牛了 小兰的书一经发售 就引起渲染大波 医院里 超市里 到处都是读这本书的人 不仅白人 黑人也聚集在一起 阅读书里的内容 小兰把收到的稿费 平均分给讲故事的人 每个人有46美元 小兰的故事 也买来读 当她读到吃便便的事 整个人气到怒吼 虽然呢 书里都用的假名 但她还是知道 那是自己 连夜开车 直奔小兰家 扬言要找律师 告她陪伴 找到小兰的妈妈 揭发小兰写书的事情 没想到 小兰妈妈早就看过了 面对气冲中的故事 小兰的妈妈毫不留情 把她赶走了 妈妈平心惊奇地 和小兰反思 当初是自己做错了 但她现在 为女儿做的事 而感到骄傲 这本书出版后 小米找到新的孤主 金发姐 第一次来的时候 金发姐就热情地出门迎接 她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不能让丈夫知道 小米在家里当保姆 金发姐为人热情 从来补骑士黑人 会主动给她喝冰镇可乐 看着乱糟糟的厨房 金发姐还担心 小米会嫌弃自己 小心翼翼地说 看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她领着小米看自家院子 乐知小米愿意留下来 激动地上前抱着小米 热情地请她进屋 金发姐只会做玉米饼 小米耐心教她 用黄油做炸鸡 两人相互配合 小米把鸡腿裹上淀粉 金发姐摇匀 两人配合默契 她不会在意 黑人和白人的等级制度 主动坐在小米对面 小米不同意 她坚决地表示 我要和你在同一张桌子吃饭 金发姐毫不灵犀地 表达自己对小米的感谢 怕丈夫看出来 还想着把鸡腿炸糊一点 看着这么可爱的金发姐 小米也逐渐放下防备 金发姐把自己关在厕所 让小米回家 但小米担惊她 直接破门而入 这才知道 她不小心摔倒流产了 小米贴心地守在她旁边 安慰她下一次还能怀上 可金发姐却说 自己之前已经流产过两次了 此时的金发姐 毕竟完全把小米当成自己人 连丈夫都不知道的事 却告诉了小米 这天 小米像往常一样来工作 没想到 男主人回来了 小米撂下东西 撒腿就跑 她以为 男主人要收拾她 掀起地上的树枝防针 警告男主人 别过来 没想到 对方表示 自己并没有恶意 并且早就知道 小米的存在 脱胎的服 每天都有美味的便当 还能穿笔铁的西装 早就想找机会 当面感谢小米 小米扔下树枝 你怎么不早说啊 吓我一大跳 她捡起小米的包 和她一起进屋 金发姐已经准备了 满满一桌子美食 夫妻俩想感谢小米 男主人更是表示 只要你愿意 可以一直待在这儿 贴心地为她 拉开椅子 金发姐为她成长食物 这可是小米 从没有感受到的尊重 夫妻俩的做法 给了小米永健 她决定 离开家暴的丈夫 社区的人知道了 阿领和小米 所做的事 由衷地被良人鼓掌 还把自己的名字 签在书上 小兰也因为 这本书 大获成功 收到纽约时报的邀请 越来越多的人 抛弃种族歧视的观念 其实 人们本是一体 怎么能因为 负责不同 就有高低贵贱之分 人该胜来平等 我们不能强迫别人 不去种族歧视 但我们可以自己做到 不戴着油色眼镜 去看别人 希望地球上 没有战争 没有种族歧视 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本片完 本片叫相助 本期问题 你身边有种族歧视的人吗 有的扣三一 没有扣三二 我们熊熊身边 是没有的 本片好看 就剪一款原片 好了 本期那么就要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